各位梁才美食的朋友大家好,我是梁師傅 今天做過什麼呢? 大家看到這些三文魚頸骨,非常新鮮 日本超市,他們把三文魚的肉起出來做壽司 然後那些頸,頸和骨就另外出來買,這些當然便宜很多 這一盒都是四個多人錢,真是便宜 這裡有些布包豆腐,有些叫斑豆腐 都是新鮮的,是唐寶買到的,每日新鮮做出來的 這次我用一個荷葉籠仔豉汁,蒸三文魚頸骨豆腐 這裡有些乾蔥蒜,還有薑,做一個豉汁去蒸 今天那個豉汁呢,就將那些薑,蒜蓉,乾蔥,倒下去,加上豉汁 加些蠔油,糖,麻油,胡椒粉,還有粟粉,將它開成醬汁 攪拌了那些三文魚骨,然後泡在豆腐上 哇,看一下那些三文魚頸,那個背脊的那條骨 還有很多肉啊,很新鮮,很肥味啊,哎呀,很棒 那些骨呢,我們就將它斬細一點,然後呢,這個開好的醬呢,倒下去,就拌勻它 好了,我們的三文魚骨呢,就鋪了上去,那些豆腐上去,荷葉在底,然後拿去蒸 好,水滾了,我們將蒸籠製下去,再蓋在蓋上去,開大火,蒸它,十分鐘左右 好,現在呢,就拿出來拍一張漂亮的照片,用蒸籠來蒸,看得很清楚,這些豆腐在底,三文魚是相高,配一個豉汁,非常之野味的 這個菜不錯,OK,這裏是梁脆美食的梁師傅,多謝大家收看,拜拜 我又去試味了